抓错人了 少废话 快 快走 你们抓错人了呀 忘了我吧 大哥 这个老家伙 一点武功都不会 价值一百万的运气罐 怎么会给他带走了呢 不可能的 从京城到天河镇 有三百多里路 跑这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看看 你峨眉十二船的朋友 有这么简单吗 有道理 走 走 大爷 扰了我 我不知道什么运气罐 那林桃你还不说实话 真的 好 我就把你飞下这千层过步 噎 淹死你 对 老命 把他带到飞铺山庄 再说 老家伙 便宜你了 走 走 龙头大哥 这个家伙 六年前是天河镇的镇长 他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 从京城去到了天河镇 一来就进 峨眉十二船 去找何元彪 嗯 我看你们四位倒满精明的 查到一西瓜下落了吗 啊 这 哎 龙头大哥 这个家伙 他装算了 哎 好 来呢 再 把这心里都关起来 是 不用独行 这个家伙是不会说实话的 哎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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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 你哭也没有用啊 都是我不好 孩子师父受了伤 还连累了十几个师兄弟 哎 那一个没出息的东西 大白天的 在苦苦啼啼 对了 就是他 你们找我干什么 他就是你的救命安人呢 快 走啊 快嘛 走啊 老前辈 你们也叫我老前辈啊 十三家 以后还敢不敢换我的酒喝了 不敢咯 嗯 你们找我干什么 拜您做师父啊 拜我做师父 嗯 我宝贩